带给你最新消息 这是好小子林书豪来了 昨天晚上才结束在菲律宾 马尼拉的海外热身赛 美国直篮NBA包括林书豪 在内的火箭和六马两队球星 在今天清晨搭乘包机 已经抵达台湾 林书豪虽然是难演卷容 但是呢当他一看到热情迎接的 上百位球迷 他就露出了阳光笑容 亲切的来为球迷签名 好小子来了 前一晚林书豪和所处的火箭队 才在菲律宾和六马 激站两半小时 林书豪十四分六篮板五助攻 火箭最后大胜六马 接着搭包机飞来台湾 早安 大家好 明天会有 Fest Conference 会回答很多问题 之前受到菲律宾天后影响 火箭包机抵达台湾时间 比预定稍微延误了十多分钟 台湾时间清晨大约三点二十分抵达 六马包机则比火箭早了大约半小时 两队的重头戏 是周日下午夜点半的NBA台北赛 在此之前还有很多行程 清晨迎接林书豪的不只有媒体的美光灯 还有深夜就来守候的死忠球迷 最热情的尖叫声第一时间送给好小子林书豪 林书豪也大力挥手热情回应 林书豪不改亲切作风走向球迷一签名 这一签就是五分钟 波球迷实在太热情担心场面失控 林书豪最后被保全劝离 包括魔兽豪威尔和大普斯哈尔等之后压轴出场 一度还搞笑模仿起台湾球迷的尖叫声 火箭全队大约在清晨四点多全部出关 随即驱车前往台北的饭店休息 接近中午随即展开在台北的一连串行程 联合报陈嘉宁桃源机场报道